好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说 今年的10月31日在中国武术散打功夫王争霸赛上 名将上官鹏飞被对手崔飞重击头部而严重受伤 昏迷不醒 就在昨天上午 女友证实是年仅23岁的上官鹏飞最终没能醒过来 10月31号在海口进行了一场散打功夫王争霸赛中 上官鹏飞被武警军手崔飞KO后不省人事 被送进海口人民医院抢救的上官鹏飞病情一度有所好转 但自11月20号开始 上官鹏飞的心脏 肺 肾等器官开始出现功能衰竭 脑细胞也在逐渐死亡 昨天晚上上官鹏飞的女友发日志证实 昏迷了42天的上官鹏飞已于昨天11点15分去世 这次事件引发了搏击选手安全问题的热议 有圈内人士告诉记者 上官鹏飞在最近几个月的比赛中曾经被KO过 而按照国际标准 他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参赛资格 多位圈内人士称 国内赛事组织并不十分严格 对选手的身体情况也未进行严格审查